自从王洛丹在电影《破风》中 秀了一把洒爽运动风之后 热度就没有降下来的趋势 这部日前出席某品牌活动 穿着运动装就上了 而面对我们记者时 王洛丹更是透露 爱运动的可不止他一人 不要长裙 不要高跟鞋 一身户外打扮的王洛丹 看来是要将另等风景行到底啊 因为我平时就会 没事就会出去登个山 然后骑单车 然后包括冬天的时候去滑雪 登山 汽车 运动 两字似乎与王洛丹越来越契合 而近期各项典礼上 也总能看到王洛丹 简洁干练的打扮 堪称行走的品牌宣传 我觉得那个品牌 只要我做户外的代言 真的是赚到了 开玩笑 有人健身塑形疯狂励志 但也有人胡吃海盒依旧苗条 而王洛丹很明显 就属于拉仇恨那种 我没有减肥的困扰 所以不觉得运动 会给我带来什么快乐 于是乎 运动对于王洛丹来说 更多的是学生养性 我不是说一下子 我好想我喜欢上了健身 不是还是一点一点 因为你身体的改变 也是一天一天一次一次 这样改变 然后包括说旅行也是 旅行你去到不同的地方 看到不同的风景 你可能对自己的心境 也是不一样的 是慢慢的走啊 还是很快 追求刺激一些高难度的 那些极限挑战 这对于每个人的精神面貌 和面向都是不太一样 家中擅长运动的可不止王洛丹一人 她的姐姐王楚涵 也是一名瑜伽达人 对于王洛丹来说 有个姐姐可是相当重要的 不但能解闷 关键时刻更能派上用场 比如催婚 我非常聪明巧妙的全部都避免了 一旦要开始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会忘我姐身上瘾 所以每到过年的时候 我都挺对不起她的 好不容易有个催婚挡箭牌 王洛丹又怎么能轻力放过呢 你像我可能会有的时候 有些品牌赞助啊 有一些奢侈品啊什么的 她从来不在乎 她的生活就是她赚多少钱 她就享受多少钱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么好的女孩 谁娶到了 谁不是烧高香啊 所以我可能对她要求会比较高 我说什么样的行 什么样的不行 我不知道 反正你倒是如果有人追 你就先领来给我看 如果我觉得我不满意 你就严重的别追了 姐姐为你做了这么大牺牲 还不赶快赞美赞美 我觉得还挺感谢我妈 在我之前给了我一个姐 而且她也很保护我 让我会很有安全感